我們這邊的標本主要是調查台灣北海岸到觀音這部分的一些藻礁所採的代表性的營養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個初步的採樣而已 那只是我們想知道說大概有哪些類型的生長型態的藻礁 這邊有一個標本它可以看得到它是一個歷史的一個硬的基底 作為一個生長的基底可以看到它逐漸往上漲的一個情況 那在觀音地方觀音附近的一個藻礁它的生長的一個模式呢 曾經有學者做過研究 我們認為是長在這個歷史以這個歷史的基底做一個硬的基底 然後逐漸發育起來 這個是這應該是白沙灣那邊比較交結成路比較好的藻礁 那這是一個代表性的標本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它比較致密 然後孔季度比較小 比較少 但是這個是比較在接近高潮線地方的藻礁 比較可能比較早期一點 那其實藻礁在同一個地方它的生長型態是相當多樣化的 有的長成很薄的這種文層的這種生長型態 有的長成短織狀 有的是一些柔狀的突起 或者是有的比較細長的一個織狀 都不一樣 主委以南 事實上我們在潮間帶尤其在退潮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上面有一些珊瑚藻所形成的這些石灰岩塊 那還有伴隨著這些造礁珊瑚的碎塊 甚至在觀音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由珊瑚藻所形成的一個藻礁 所以我們推論這附近應該也是有藻礁的分布 那不過有些部分是可能在砂丘底下 或者有些部分在水下 並沒有辦法從一次的調查就能夠看得到所有的一個分布 觀音曾經在大退潮的時候去看 還是有看到在潮下帶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那個珊瑚藻的生長 所以每個地方珊瑚藻的健康情況 可能還是需要更多的觀察 因為可能從不同季節去看 或者是說不同的潮汐的推潮的情況去看 可能會讓你看到不同的現象 那目前有沒有歸納出說 我們那個藻礁它分布的一些共同的一些特質 譬如說它在哪應該共同的環境下就會有這個藻礁的分布 基本上我們是假設說現在的環境跟以前的環境是沒有多大變化的話 我們從這裡面看到藻礁的現在的分布 那看附近現在的地形以及它的附近海洋的這些環境 我們知道歸納了幾點它的一個共通 那其中一個就是說在這些藻礁分布的區域都有河流的出海口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這藻礁的後面都有一個沙丘 另外一個是這些藻礁分布的範圍裡面 在它向面海的部分都是沒有任何屏障 也就是說它直接是向風的那一面 目前是歸納這幾個共同點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重要 或者是說它對藻礁發育是一個關鍵 可能還是需要更多的觀察 那我們現在目前到幾個點去看 有一些是還活的還有一些死的 那主要這樣的改變是什麼因素 你有沒有有些了解 在我們觀察過的幾個點裡面去看 事實上你冬季去看跟夏季去看不一樣 你假如夏季可能它的那個沙子被沙子覆蓋了 它可能就不生長 但是呢當冬季它沙子被海浪帶走的時候呢 它就露出來成一個硬的基底 我們甚至我們也曾經看過有珊瑚藻繼續生長的一個跡象 所以珊瑚藻生長可能是一個間斷性的 那只要環境適當它就可以生長 因為它其實它本身對環境來說是相當強 那我們知道大概是像墾丁海域 像洪水沙那邊也有一塊那個藻礁嗎 那它好像上下都是珊瑚礁 為什麼只有那邊會有藻礁 為什麼那麼期待 這個目前沒法回答您的答案 但是在楓葉沙看到的藻礁 甚至現在看到的礁的部分 事實上它並沒有已經停止生長了 那當然在潮間帶還是有珊瑚藻繼續在長 那對這些海蝕被海浪侵蝕的這些溝呢 它陸陸隨著它的生長會把這些溝填滿 對於這些隆起的石灰岩呢 它起了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楓葉沙的現在之所以沒有珊瑚礁 而是藻礁 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在海邊看到 還是有些石珊瑚在長 但是基本上還是以珊瑚藻為主 那可能是環境比較不適合珊瑚生長 當然沙子的供應本身也是代表一個 成績物的影響對它應該是蠻大的 但這部分還是需要再更多觀察 像我們目前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好像都面臨有一些像經費 或環境的變遷的問題 其實除了這些問題外 另外對於藻礁調查的存在一個基本上的困難 就是分類的問題 因為珊瑚藻本身 現生珊瑚藻的分類 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的簡單 那在成為一個珊瑚藻所建造的 所形成的一個藻礁呢 它對它的生物組成的研究 它可能就比較更困難一點 這個就是這個珊瑚藻它的生長型態 就是比較細的紋層 然後有一些小的流狀的小突起的 這個生長的方式 那這個是採至於觀音海邊的一個標本 那基本上採到這個標本它是已經不生長的 一個一個藻礁 另外這個也是一個觀音的標本 可以看得到它的孔隙度相當的多 所以生物鑽得動 另外可以看得到它這裡面除了珊瑚藻 珊瑚藻是這個白色條帶的這個部分 以外呢 那另外有一些像這個是雙殼貝類 或者是上面這些管狀的這些 這些環蟲動物的管子 這些形成一個藻礁的一個黏結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除了一個建造的作用 另外很多生物會在這些硬體質上面 做一個它棄棋的一個棄鎖 那有些生物會有鑽洞的現象 那上面所看到的是一個磚孔被 所留下的一個痕跡 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是白沙灣 這是在山枝的厚厚海邊 那吃上它已經停止生長了 那只會表面提供一些硬體質 給其他的藻類來表生長 像從上面看就很多貝類 還有一些有孔層 對 所以一個礁的形成 除了說 生物本身的一個表生長以外 還加上一些生物碎屑 另外還有路源的層積物 在構成整個礁體部分 不過整個礁的年紀 還是必須靠珊瑚藻的一個生長 在這邊看到的 這是在富吉里港看到的 這些珊瑚藻所形成的藻礁 它主要是由短枝狀的珊瑚藻所生成的 然後它在比較上 比較後期就形成一個表覆型的一個生長外型 那這個是一個藻礁的其中一個小部分 從這個切片裡面 可以研究出有哪些生物在裡面 還有是說大概會有幾種藻礁會交對在一起 當從外表沒有辦法知道 它是哪一個種或是哪一個屬的珊瑚藻 但是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的主要組成是由這種枝狀的 跟表覆型的珊瑚藻所形成的一個石灰岩 那裡面這些小洞是有一些 磚孔的備類或者是 表覆在這個珊瑚藻外面的這些 像 牡蠣或者是藤湖這些生物所形成 那在這個孔隙裡面就填充很多 露原的這些碎性的層級物 還有貝殼碎片 這樣這麼厚大概是20公分 那大概要形成年代要多久 這個目前沒有相對的這種生害資料 可以用來做這樣的推論 但是曾經有人做過實驗 就是實際觀察這種珊瑚藻生長的速率 假如說我們防止所謂的生物侵蝕作用 還有給它比較好的環境 它一年生長不過是幾個厘米 就幾個millimeter 所以這樣生長的時間 事實上是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多長並沒有辦法 依據這個來推論 像這個切片又不一樣了 它的形成長裡面又有 包括有保護一些歷史 然後說它的種類又 跟剛才可能不一樣 這個地方的藻礁 它主要是有一些 表覆型的這種薄片狀的 這種溫層的這種珊瑚藻 它表覆在沉積物表面 或者是在這比較大的粗顆粒的 露源的碎屑性的沉積物上面 然後這個藻經由表覆成長 將沉積物穩固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藻礁 所以事實上藻礁部分 除了珊瑚藻以外 還有包括露源的沉積物 或者像這些火山岩的一些歷史 或者是一些生物的碎屑做形成 像我們一般在做研究 像切片的話 它大概可以研究哪些的項目 通常我們這是第一步 就是說我們要做薄片之前 一定要先沿著某個特定的方向來做切片 我們做這種初步的切片 主要是可以看得到 這些生物的相對的組成 以及它生長的方式 那再下一步 你要仔細看裡面的這些相對 生物的含量 或者說看是鑑定是哪個種數的話 還是必須做薄片 剛剛那個灌完膠之後 早就要在這個藍色的膠裡面 看起來就非常的清楚 利用那個鑽石磨盤把它抛磨瓶 磨瓶貼在玻璃上面 經過切割跟研磨的過程 然後做成30μ這麼薄的薄片 透光薄片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顯微鏡下 看出它的那個結構 然後不一樣的那個成員作用的話 我們想要看的東西不一樣 就在這個研磨盤上面 再用手工來去加強你需要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薄片裡面 我可以看得到這些是一些 露原的這些死因顆粒 還有一些生物的碎屑 還有夾在一些比較細顆粒的露原整機物 那它就被這些珊瑚藻的葉狀體 它們都包裹 那在這邊所看到的原因的管子 就是多毛類的鈣質的管 它也是形成藻礁的一個另外一種生物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無結珊瑚藻 它是一個可能長成一個G狀 然後我們直接變成一個斜切的一個抖面 那在這邊有這個亮的這個部分 這是另外一種 底氣性的有紅蟲 它是一種原生生物 這個比較亮的部分 這是有紅蟲的一個殼體 那旁邊這個就是珊瑚藻 可以看到它一格一格的 每一個格就是一個小細胞 那珊瑚藻它的得名是因為它最先被誤認的是 是動物 因為它可以分泌一些鈣質骨骼 就是說它鈣質的那個症狀的結晶 那也就是說 在它的細胞皮上會有一個礦化的現象 那乍汗之下很像是一個珊瑚 但是它是一種植物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管子 就是蝗蟲動物的一個管子 我們注意看到它那個管子 旁邊很多碎線 這邊看到這些碎線 所以它在這種表護生產過程中 也會把它促進的這些碎線 把它給表護生產 把它給互結在哪裡 那這邊我可以看到一些二媒貝的 雙隔貝類的一些殼體的一個破片 所以在整個藻礁裡面 除了珊瑚藻作為一個黏結 以及架構的一個角色之外 另外還有很多的這種孔隙 必須有很多的這種生物的碎線 或者是露源的碎線來做一個填充 再把它調成比較低的比率來看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剛剛所看到這些藻 它甚至上是長在這個貝殼的碎片上面 當成一個硬的底質 那之前呢 最先呢可能是有一些 表護型的這些有恐蟲來生長 然後呢 接著被這些珊瑚藻 被它表護生長上去 而在表護生長過程中 會有一些生物來鑽洞 我們看到一些小洞 那甚至可以發生 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些邊緣被截斷的這種情況 就是生物侵蝕作用 它甚至連這個貝殼呢 也被 也被 鑽了一個洞 其實 釣查掃礁在過程中最主要是要 因為台灣的掃礁都是在朝鮮帶 那 當然 在釣查時間上有它的局限 就是必須在退炒的時候 才能做一個 比較 要詳細的一個觀察 我們現在第一步只有 大概先完成它的分佈的範圍 以及它生長的情況的一個初步的觀察 那至於進一步的這些題目 我們想可能要等到 把這些初步的資料做一個整合之後 例如說報告剖片要做完 然後這些初步的鑑定做完之後 我們才能再探討進一步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就是 蠻基礎性的一個資料蒐集 但是還沒有蒐集完 就有一些人已經被破壞掉 不是很可惜 來不及 那是當然 那事實上 是面臨蠻多這樣的問題的 因為地址的調查通常必須要有出入面 那沒有出入面或者是出入面被破壞 那當然是在研究上會造成一些 一些沒有辦法繼續的一個困境